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反观我们自己倒是有点不思饮食的 每年剩下人的食欲都会减退 这个时候在我们的日常饮食中比平时更加注意这三种东西的摄入 一 这时候注意多喝 水农作物的需水量都很大了 何况人呢 正常人一般需要的饮水量大约是1600毫升 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咖啡水 不过夏天人的新陈代气本来就高 加上气温高 人出汗会更多 建议大家可以把饮水量提高到2000毫升 如果是户外待的比较多 要注意及时补充水分 可以喝点淡盐水 喝水的时候要注意 不要口渴再喝水 随时随地补充水分最重要 白开水 淡茶水都是不错的选择 出门可以随身带个水杯 饭前一个小时 喝一杯水 还可以促进消化液的风味 而这时候注意多是 高甲食物人在流汗的时候 会丢失一些矿物质 如甲 纳 美 盖等 尤其高温的时候 丢失的会较多 夏季有一种出镜率很高的单品 就是绿豆汤 中医说绿豆清热下午 特别合适夏天 从营养的角度来说 绿豆里面的甲含量比较高 喝点绿豆汤可以补充甲 其他的豆制品 补物的甲含量都不错 一起熬个粥 补充水分补充矿物质 三 这时候注意多汁 新鲜蔬果蔬菜和水果里面的水分含量不少 并且蔬菜水果里面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含量非常丰富 可以补充我们因为高温流失的矿物元素 同时呢 水果里面的有基酸 还有一些芳香物质 还可以促进我们的食欲 夏天容易食欲不好 清爽可口的蔬菜可以增加食欲 特别是一些凉拌菜 如凉拌海带 拍黄瓜等 在夏季上市的水果也很多 西瓜 荔枝 桃子 下午茶的时候 加点水果 或者干脆和蔬菜一起做个沙拉 撒上一点黑醋汁 或者原味酸奶 吃起来也是倍加清爽的 夏天的时候 多饮水 多吃高价食物 蔬菜水果 可以更好地消暑醋食欲 让我们舒心地度过盛夏 各位朋友 你有什么夏季养生的经验吗 你觉得还需要多吃哪些食物呢 不妨在下方评论区留言 分享你的生活经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